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产量大概没有上万公吨 所以现在我们利用这些紫苏来做一些加工产品 要研发在新的产品 台湾农产品的种子跟技术外的到中国大陆 然后断了自己台湾的生存 紫苏真的是一个惨痛的经验 那么在过去80年代呢 就在公馆这里 四百甲的田地种子苏 如今早已不复建 就真的只剩两户农家受过仅存了 我一栋台里面不是强强的手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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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